一辆载货楼里 昨晚在沙南亚直立大道的行驶途中 失控翻覆 结果运载的三吨新鲜苏东 就这样散落在大道旁的草地上 不少路过的大道使用者 看见这一幕之后 是直接的停下车去捡苏东 其中一名在场者 将民众捡苏东的画面 给拍下上传到脸书 影片当中可以看到 大量的苏东是散落在草地 还有沟渠里 不少驾车人士 包括送餐员 是直接的停车 拿出了袋子 还有送餐的箱子 把苏东给装起来带回家 虽然苏东掉落在肮脏的马路 或者是草地上 但是民众丝毫不介意 据了解他们是经过司机的允许 才捡起掉落的苏东 罗里司机随后表示 已经获得老板的许可 请不吝点赞